今天是週末 不曉得您有沒有什麼出遊的計畫 夏季旅展遇上了第一個週末 加上天氣好 人氣是搶搶棍 主辦單位舉辦了上班族穿制服 這有機會搶旅遊福袋的活動 有一位吳刀老師是幸運奪得了 價值五萬塊錢的總統套房住宿錢 還好 各位不要害羞 真的不要害羞 為了搶總價值二十萬的旅遊福袋 民眾可是套榨排隊 只不過可是限制穿制服的油 快七點的時候 第一次中是什麼樣子 樓拐 只要有溫泉券就可以了 非常有信心 對 有信心 雖然不是人人都穿制服 但都有信心 個個沒把握 終於搶福袋開始 三 二 一 好 每個人之間都不用搶 沒有關係 叔叔阿姨一人一個剛剛好 到底最大獎是誰奪得 阿姨穿女兒制服來搶福袋 好像有點犯規喔 沒搶到的沒關係 夏季旅展還推出一箱筐的好康 香港迪士尼不到五千塊 韓國四日遊八九九九 馬來西亞六天一萬塊 還有找 來自於台南的滷味 包括我們的台南市的伴手禮 還有美食 絕對可以讓你大豐收 除了旅遊好康 各縣市伴手禮也是民眾一大選擇 甚至假日好天氣 不妨來旅展 只能大眼睛 漸便宜 明新聞劉玉琪 鍾佩宇 台北報導 Gonel 得